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认识的那个人正在岸上拉船 梁武帝便上前同他打招呼 得知此人现在还像原来那样穷困 于是说 你明天去见我 我让你当个县令 第二天 这人前去皇宫见梁武帝 但没有见到 前后他又去了皇宫很多次 但都因为遇到有这样那样的事 而无法通报 皇帝一言九鼎 开慈悲至今口 却不能让贫穷使得就有如愿以偿 这位贫穷就有苦恼中 就去山谷寺问国师保志工法师 这人到了志工法师那里后 还没开口说 志工法师因为是开悟正果的大善知识 便已经知道他要问什么了 就告诉他说 你是因为得不到县令之职来问我吗 你始终也不会得到啊 因为前世里梁武帝曾经是位斋主 你当时曾写信答应要施舍给他五百钱 而最后却始终没有给他 所以现在他只是许诺给你官职 而你却始终得不到啊 这人明白了这段姻缘 也就不再去找梁武帝了 而梁武帝也没有再找他 通过这个故事告诫我们 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 人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所以人不可轻言许诺 亦不可言而无信 对于我们佛弟子来讲 更不能妄语 三规五戒中的不妄语戒 就是我们日常言语行为主要规范之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的点赞订阅支持 过客再次多谢各位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